天堂岛上竟然有一座火火山 就在今天 专门研究火山的研究所所长 死在了火山附近 死者身上没有任何外伤 加上死者有心脏病史 法医判断他真正的死因是组织缺氧 据研究所的同事说 他昨晚九点来到这里检查测证仪 然后就没了消息 古德曼检查了一下死者的遗物 发现少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手电筒 晚上的山里漆黑一片 没有手电筒 他根本无法到达观察点 而手电筒的放置点一把都没少 显然死者没有拿手电 死者的弟弟脑门冒汗 手不停地搓着鼻子 似乎有些不对劲 种种迹象表明这不是一起意外 而是谋杀 根据研究所的门禁记录显示 死者昨晚九点零六分离开后 直到第二天早上九点二十六分 一位镇长赶到 研究所的女博士才来开门 所以没有人陪同死者一起去火山 然后把手电带回来 从研究所拿回的监控也表明 死者昨晚八点四十七分来到监控室 和同事聊了一会儿后 在九点零五分离开了 这与门禁系统显示的刷卡记录一致 据调查 镇长是今早从外岛飞过来找死者 想谈谈资助研究所的事 他根本没有时间杀人 与此同时 老警员调查到 研究所的实习生玛丽 已经在天堂岛待了一年 但移民局却没有他来岛的记录 小黑深入调查 发现玛丽的护照 刚在中国拿了半年的实习签证 如果说在中国的是真的实习生 那么在天堂岛的究竟是谁呢 然而还没等古德曼出门调查 实习生主动找上了门 坦白了身份 原来他在大学时被退学了 为了不让父母失望 才冒用了同学的身份来研究所应聘 这么一来 实习生的杀人动机就出现了 如果所长知道了实习生冒用身份的事 为了阻止他举报自己 或许会因此杀人 对此实习生连忙解释 说所长对他很好 自己不会杀人 古德曼自然是不会轻易相信的 老警员调查几位嫌疑人的账户 发现他们都不怎么有钱 死者的弟弟更是欠了不少债 信用卡都刷爆了 死者则有一万二的存款 但他每周都会取出四百 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 另一边 南希调查了研究所的电话清单 发现有个号码在最近几晚都有人打过 可当他打过去时 却转到了语音信箱 看来只能等待回复了 就在这时 小黑调查到 研究所的女博士最近发表的论文 居然是照搬了死者的 剽窃论文 这也是杀人动机啊 面对警方的质疑 女博士坦白说 论文的确是死者写的 但死者并不在乎名令 是他说服了死者 他才发表的 这样他就能离开研究所 去更好的地方 不过 现在死无对证 古德曼无法确定 他说的是真是假 清晨 古德曼刚来到警局 就被告知 研究所突发了袭击事件 两人当即赶到了研究所 目击者称 有两个凶徒对死者弟弟拳打脚踢 还说什么欠债还钱 古德曼瞬间想到了一些事 弟弟冒汗搓鼻子的行为 表明他是个瘾君子 而死者每星期取出 400美金都是给弟弟的 打他的则是毒贩 对此弟弟表示 当学术达到一定层次后 就对研究感到枯燥无味 所以才会课药寻求刺激 400美元是哥哥给的零花钱 但对于课药的弟弟 根本不够用 于是他想让死者 提高到每周500美元 但却遭到了拒绝 古德曼推测 或许是弟弟为了哥哥的那点遗产 所以杀害了他 弟弟连忙辩解 他的确想要哥哥的钱 但也不至于为了几千美金去杀人 与此同时 老警员调查到 镇长想在火山附近修一家酒店 不过酒店计划书 需要研究所的人签署开发计划 让火山禁区移动几百米 这样镇长才能建酒店 不过 研究所似乎没人提出意义 除了镇长外 研究所的三人都有杀人动机 古德曼重新梳理了一遍案情 首先 死者决定留在火山观察数据 第二天尸体被发现 一切线索都归于自然死亡 然而 因为死者身边没有手电筒 这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显然 死者并不是独自上山的 陪同的那个人应该就是凶手 因为他需要手电才能回到研究所 然而 文静记录显示 死者出门后 三位嫌疑人都没离开过研究所 直到镇长第二天到来 才打开了大门 看样子 想抓到凶手 就必须了解他的作案手法 于是 古德曼先将镇长移到一边 就是这个动作 令古德曼瞬间清醒 就在这时 老警员调查到 镇长在外岛提了四百多万现金 难道是他买凶杀人 接着 他想起了镇长建造酒店的计划书 看到这份报表的签字时 古德曼已经确认了凶手 还是老规矩 首先 古德曼排除了镇长的嫌疑 因为案发时间段 他并不在天堂岛 没可能杀人 那么 剩下的三人中谁是凶手呢 其实真相很简单 是眼前的这三人 合谋杀害了所长 然后伪造成死者自然死亡的假象 他们的计划十分高明 甚至连法医一开始都确认所长是自然死亡 没想到 百密一书 他们忘记在现场留一个手电 让古德曼察觉到了不对劲 的确 谁大半夜上山 不带手电呢 实际上 发现尸体的地方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所长其实是在研究所的卧室被杀害的 案发当晚 死者的确是要去查看数据 可他不知道的是 那些异常的数据都是这三人弄的 真相就在他们找到的一部电话中 南希用手机拨打了电话 那正是从研究所打出的那个异常号码 古德曼猜测 三人把电话和测证仪放在了一起 然后连着几个晚上 断断续续拨打这个手机 利用敏感的仪器来干扰数据 所以死者才想要在夜晚去山上查看 那么 他们如何利用心脏病杀人呢 当古德曼猜测 死者不是在山上遇害时 他想明白了一切 试检报告表明 死者死于组织缺氧 在纯氧中加入5%二氧化碳 有助于刺激呼吸并维持血液酸碱平衡 但纯二氧化碳却是致命的 所以三人就用二氧化碳气体罐 往死者的卧室排放二氧化碳 据调查 研究所的确少了几罐二氧化碳 所长被杀后 他们把尸体放到了担架上帝 弟弟和死者体型差不多 所以他穿上死者的衣服 戴上帽子 出现在监控中 让警方相信死者是在晚上9点出发的 然后他们再用死者的门禁开门 只要不关上 丢弃尸体后 只需等第二天发现尸体 就这样 完美地制造了不在场证明 这的确是个非常缜密的计划 这就要说到镇长的那封建造酒店的计划书了 他需要让研究所众人在计划书上签字 一栋火山禁区 好方便建酒店 合谋的三个自然是同意的 只有死者是反对的那个 他死亡的那天 正是镇长提交计划书的最后一天 所以镇长才会来找死者 他十分坚信所长会签字 因为有其他人帮他签了 说着古德曼就拿出了 在女博士房间找出的皮箱 里面正是镇长取出的几百万现金 女博士或许能够用某种方法 把死者的论文据为己有 但所长的坚持己见 让女博士意识到 只要所长还活着 他就得不到这笔钱 于是他说服了剩下两人 弟弟吸毒缺钱 很容易被说服 而实习生应该是冒用身份的事被发现了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他们三都是杀人凶手 而镇长满凶杀人 最终也别想好过